這個是小碗 但是呢 他們給我們很多的牛肉 好像牛排的感覺吧 哇 超級脆 但是呢 完全沒有油膩 日本裡面可以感覺到滿滿的 哈門的那個油脂的味道 超好吃的 妳怎麼說 妳要順便買菜 是的 這裡是新衣區對不對 然後40塊 也可以吃到怎麼那麼大的豆花 我現在在永俊江的福林街市場 大家知道嗎 我們第一次的影片就是在家裡拍的 我是在地人 在地人 這裡是在台北最大的狂風市場 這裡有很多很多的美食 所以呢 今天的計劃就是 吃到福林街市場的美食 Let's go 好 我們的第一件 第一件就是 東家炸雞 然後呢 它是在家裡很有名的店 從3、4點開始 然後到7點半的話 買的觀光全部賣完 然後呢 其實 它是在永俊開過來的店 所以呢 在永俊也吃得到 然後呢 這裡是大家 還吃的嗎 今天的話 我就不介紹了 大家看那個影片喔 那我來吃吃看它的炸雞 來吧 我要吃看 您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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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是超脆的 然後呢 它的對勢是用蘋果 所以呢 有點點的味道 哇 超級汁 但是呢 完全沒有油膩 不可否認的東家炸雞 應該是這附近最強的炸雞 每天都賣光 然後來吃吃看花枝盤 いただきます 很紮實 而且有花枝的甜味嘛 有的花枝盤是沒有感覺到 那個花枝的味道吧 但是這個花枝盤是 可以感覺到慢慢的花枝 然後呢 外面是很脆 然後裡面是很Q 嗯 好 我的最後一口 好吃什麼でした 那第二間 第二間做吧 好 第二間 就是港式長粉 我要蝦子 謝謝 所以開了25年對不對 對 然後 你是台灣人嗎 不是 三大人 哇 這個是真正的港式料理 好 我們店裡拿著這個 死宿鮮蝦 然後這個是烏絲5塊 いただきます 哇 這個是敬意地道耶 嗯 吃起來 嗯 超極的 哇 口感是軟軟的 然後 裡面的蝦子超級Q 嘗起來 可以感覺到蝦子的味道還有 還有 色彩的甜味 皮的部分也是比較甜甜的 然後這個像是醬油 所以吃起來的話 感覺到那個甜甜新鮮的味道 哇!很好吃耶 我去港式的餐廳吃過這個味道 但是對我來說港式的印象是很貴嘛 但是這家店的話只有25塊 很便宜耶 好!我的最後一個 好!我們現在要去永俊市長 因為裡面有五個營養很喜歡的東西 我們不是要來買菜我們要來吃東西 好!就是這家店 263生魚片 這是我們愛店耶 然後呢它什麼都有 然後呢沒有價格 所以呢如果想要吃500塊的生魚片的話 直接說啊我要500塊的生魚片 然後老闆幫你接好 老闆!兩百塊! 兩百塊!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還有 還有 好!老闆幫我接好了 漂亮漂亮對不對 再一次搶吃 參與北很有感覺耶 那我來吃吃看 吃魚好了 いただきます 哇!真的很新鮮 而且呢 接的很厚 所以很有滿足感 然後呢 油的部分 還有 魚肉的部分 那個半斤餅是剛剛好 不會到那個油膩的感覺 然後啊! 可以吃 三門嗎? いただきます 這個鮭魚的那個油脂是 很高級的油脂 嘴巴裡面 可以感覺到滿滿的 上面那個油脂的味道 超好吃的 這個是 好…老闆又要送啦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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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いただきます 很高級的味道 而且有口感 但是沒有很硬 是那種QQ的感覺 真好吃 謝謝 好 我的最後一個 那很幸福 很幸福 謝謝 那第一時間 走 這是一個小殘車耶 媽媽 超級有的 這個是平原豆花 然後呢 40塊 超級大 老闆娘推薦 加花生 所以我們變成紅豆花 這裡是新一區對不對 然後40塊也可以吃到 怎麼那麼大的豆花 慢點 豆花很好吃 很濃的味道 真的感覺到大豆的味道嗎 超級濃的 很濃 它的湯是冰冰甜甜的 但是豆花是溫熱的 冰火豆花是不是 豆花的口感很像布丁耶 真的是濃稠的感覺 OK 我們來最後一口 好吃了什麼呢 那第五間 下班 這個也是我跟伊安很喜歡的店對不對 沒錯 然後古林街的話 不是只有市場那一端 在它的對面的這一道巷 也有很多的在地美食 那我們進去吧 要選這樣嗎呢 你什麼時候 你要順便買菜 呵呵呵 是的唷 好 我來了 那它們的夏連水餃 然後呢 一個是15塊 很高級 聽起來很貴 但是你看 裡面有滿滿的橋子 那吃吃看 いただきます 大家看得到嗎 那個 蝦子 超大隻 而且口感是很刺 所以呢 裡面都是蝦子很濃的味道 蝦子的口味是比較重 雖然裡面有肉 但是它的主角就是蝦子 而且它不是水餃而已 有麵啊 還有湯啊 對 它的湯鍋麵也是很幽默 嗯 而且呢 它的特色是蝦子做的地方 有很多彈力啊 不會不會 謝謝 應該算是一般的水餃的1.5倍 然後我也很喜歡它的醬 特調的這個蔥蒜醬 蝦黃的甜味跟蝦林的甜味 結合在一起 味道整個都豐富起來 它的價格就算是偏高 但是還是很多人來買 好的 最後一個 謝謝 那第六間 走 好 第六間 第六間就是小千牛肉麵 這家是他們的新辦的店 而且他們原本是在鞋對面的 比較小家 所以翻過來 對 但是已經翻了一段時間 而且它的牛肉麵主打的就是量超多 而且我吃飯牛肉麵跟吃牛排一樣 那我們GOGO吧 好 我們來了 這個是紅椒牛肉麵 然後這個是小的 欸 小的是很大吧 然後呢 我們通常的話 點一個大碗 然後點乳味 乳味很有名 這個是小碗 但是呢 他們給我們很多的牛肉 而且好像牛排的感覺吧 開動吧 開動吧 這個麵的印度剛剛好有一點點硬 然後呢 超級的 像拉麵一樣 它的麵跟糖配合在一起 哇 太完美了 這個是傳說中的福豆麵 每次都吃這個牛肉麵之後 我覺得一直都很幸福 大家 請來這個牛肉麵 它沒有什麼半斤蛋麵麵 它直接就是一份牛肉麵 然後有肉有筋的 給你牛筋沒有再客氣了 而且它的牛肉都是先滷過 所以非常的入味 其實我們已經吃很飽了 但是不行 這家一定要給大家開箱一下 因為我看蠻少人介紹這家的 好幾盒一個 很會吃喔 好 吃完了 我的肚子很開心 然後呢 我每次回台北的時候 一定要來和林街 因為呢 和林街有很多很多好吃的 然後今天我介紹的是 都是我最愛的小吃店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吃吃看喔 然後如果有推薦的 和林街美食的發情告訴我們喔 好 今天的影片到左邊結束 別忘記按讚安理也還有開啟小鈴鐺 還有 追蹤我的Instagram也好 然後真的謝謝 Supersanks的大家 讓我們可以繼續拍影片 真的很感謝大家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那下次的影片很好看 所以大家一定要期待一下喔 所以拜拜 這裡是在台北最大的 防風市場 謝謝大家 謝謝 這是台北最大的